头条我们要看的是 美国总统拜登正式宣布了 要角逐连任2024的总统 团队立刻推出竞选广告 主打美国要捍卫美国精神 捍卫民主自由 跟第一次选举的主轴基调类似 但是可能二度对决的川普 却批评拜登会把美国带往 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 拜登这一次的民意支持度不是很好 美国目前有七成的民众 不看好拜登连任 最主要是他的年龄 这是他的最大弱项 所以看得出来 竞选团队在这一次选择连任的影片当中 大大增加副总统贺锦丽的篇幅 显示他在竞选连任的选战当中 角色越来越吃重 也凸显贺锦丽是有能力的备位元首 来化解选民对于拜登 可能没有办法完成第二任任期的忧虑 美国总统拜登笑得合不拢嘴 在七成民众都不看好他连任的状况下 支持者的热情如及时遇 拜登周二正式宣布竞选连任2024总统 竞选团队公布首支竞选广告 拜登在影片中开宗民意 新帮大计尚未成功 他远鞠躬尽瘁 再做四年 这次竞选广告内容 与上次雷同 都主打捍卫美国精神 民主和自由 同时要对抗川普 让美国再次伟大 所挑起的极端作为 最后他也延续上一次的口号 让我们完成工作 第一夫人杰尔拜登 也在推特上呼应 恳请选民支持丈夫 宣布参选后的第一个行程 拜登选择与3000名劳工见面 他在演说中 列出过去四年的经济正绩 包括通膨连九个月降温 和失业率创新低等 还有与台下建筑工人 最切身的一兆美元基础建设计划 拜登争取连任的最大阻力 恐怕不是来自共和党对手 而是他自己的年龄 虽然他一直淡化这个问题 不过从他的竞选影片 副总统贺锦丽的篇幅增加 显示他在选战中的角色 将更加吃重 这也是竞选团队 有意释放的讯息 毕竟拜登已经80岁 无法完成任期的风险很高 被位元首就显得格外重要 现在我站在这里 赶紧张 跟总统贺锦丽 和总统贺锦丽 政府参加 总统贺锦丽 总统贺锦丽 和总统贺锦丽 不过两党都有人质疑贺锦丽的能力 批评她的行政资历不足 过往的经历也无法吸引中间选民 共和党认为她很弱很好对付 因此巴不得贺锦丽能成为竞争对手 一些保守派人士开始制造一种说法 选拜登就是选贺锦丽 拜登推出竞选广告 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也立即打恐慌牌回应 他们利用AI制作虚拟影片 警告选拜登会让国家走入末日 前总统川普也在第一时间攻击拜登的施政 两人2020年角逐白宫大战 很可能在2024年重演 拜登在任内为兑现的竞选承诺 像是南部边境移民暴增的问题 以及两年社区大学和学龄前儿童托育免费的承诺 还有儿子杭特海外商业交易 涉嫌不法的调查案 势必都将成为对手猛攻的议题 TVBS新闻总额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中文字幕在阅 冲伦 出 text 中文字幕在阅